耶 目前台湾政府积极推动新南向计划 印度也是重点国家之一 而且印度的文化遗产丰富多元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印度圣雄甘地 对于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来说影响相当大 为了促进印度跟台湾文化的交流 2018年10月2号到11月27号 文化部文资局 特别在台中市文化资产园区 国际展演馆 举办一场爱与和平 印度圣雄甘地 继世界一场交流展 在开幕记者会中 一开始就安排了一段精彩热闹的印度传统舞蹈 文化部文资局表示 这场印度圣雄甘地继世界遗产交流展 分为真理的力量 圣雄甘地展 古文明新印度 台湾遗产展望的三大主题 还有展出甘地平常居住的地方 跟遇刺的场景 另外还有远从印度运来的印度竖琴 皮斯奴之手跟雷射纺织机 还有茶屋舞面具 跟卡贝利亚迷俗歌舞服饰 让台湾民众能够深入了解 印度的无形文化资产 爱与和平 在现在纷扰的国际关系 以及这个世界性的全球文化的冲突里头 它的哲学非常具有意义 那么第二个部分事实上是 印度的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印度的世界文化遗产 跟台湾有一些互相可以 这个交流跟相互学习的这些经验 我想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我们跟印度的这种外交关系 我们希望先从文化先行 那个是最有可能的 我想整个行政院政策 这个南向政策里面 不管是东亚东南亚 我们在文化资产局里面 都有一系列的活动 那最重要的很难得的 能够跟印度连接 实在是不简单 在今天的这一场开幕记者会当中 文化部文资局还特别邀请甘地博物馆馆长 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 台湾印度博物馆等单位参加 今年的11月7号 还要举办台湾与印度 世界文化遗产保存 及经营国际论坛 希望加强台湾民众 对印度历史文化的了解 体验更活泼的古文明 新印度 记者程文旭 阳静台中报导